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万次失败的背后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磨难 感觉是非常痛苦 压力就是相当快崩溃 下遥又是那里求生不得求生死不得 它都是用手机 基本上在脑袋拍自己的脑袋 下遥不出来不敢 本期平凡匠心为您讲述 寻黑东张遥 他叫林祥文 几年来他一直在尝试覆烧东张遥 非常漂亮 你看整体的结晶的感觉 豆沙青布满了整个页面 但是昏布渐渐渐渐地向底下 整体感觉很润 底部裂完进去 这要找一找 这次出现了好多个这样的 在低温的时候烧它没有裂 高温以后 这个潜在的裂完它就暴露出来 整个好好的就 就是这么一个小毛病就整个辈子 就没用了 几年来 为了恢复失传近八百年的 东张遥茶展的烧制记忆 林祥文做了上万次实验 东张遥也叫浮青遥兴盛于宋代 宋代人喜欢豆茶 搅拌抹茶 产生泡沫后 较量泡沫持久度 茶盏上的水痕和茶的味道 东张遥黑色系的柚色 能更好地突出茶的色泽 当时东张遥与建遥齐名 是福建东南沿海最大的黑幼瓷烧造窑场 近年的考古挖掘东张遥遗址 当时的碎瓷片就堆成一座小山 当时的产量之大可见一斑 元代实行海禁 以及印查方式的改变 东张遥外销受挫 逐渐销亡 复烧东张遥的想法 也是源于一次偶然 去的时候 我是在日本那边流血 然后有一次去博物馆那边参观 然后有看到一个 就是我现在叫东张长的这个东西 感觉这个东西好像挺漂亮 然后日本那些朋友就说 这就是你们老家那边出产的 我就感觉很惊讶 我说呀 我在家里除了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想 这个好东西为什么在我们当地都没听过 当时周辉就蒙发了复烧东张遥的想法 他回国后找到了王征强 他爷爷曾经烧出过黑幼瓷 他手上还保留祖上传下的 烧至东张遥的方法 他有本一传的书给我 说你不要失传 叫我下一代再传给我儿子 是这样 听说王正强老师手上 他说有一个配方 但是不知道行不行 周辉又找到至辞师傅林祥文加入 三人成立股份制公司 周辉出资 王正强提供祖传秘方 林祥文负责生产 复烧东张遥首先面临的问题 就是解决黑幼茶盏的实用性 宋代人喜欢豆茶 要求茶盏要做得比较大 宋代东张遥黑幼盏 直径要十几厘米 看上去有些像碗 现代人喝茶 茶盏一般都在五厘米左右 想要复烧东张遥 就要在气形上 尽量保留古宋展韵味的基础上 等比例缩小 同时为了和建展区别开 东张遥茶展要尽量轻薄 东张遥的红颜土 它的含铝量可能会高一些 它耐高温强度会高一些 所以它有的胎体会做得比较轻薄 因为可以耐高温 你就没必要那么多胎土去做 所以它的红色味会 会比较轻薄 解决了气形问题 它们又开始调试钥的配方 王征强祖传的黑钥配方 是草木灰加上贝壳 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而成 可是烧出来的成品 却让所有人失望 最初的时候相差太大了 按照那个比例完全去走的话 因为各种因素叠加起来以后 完全找不到这个黑的感觉 烧不出想象的黑钥 难道是祖传配方出现了问题 口口相传的东西 它说是祖上传下来的 您要说是哪个草带 哪个那个 那真的是无存考证 副烧东张窑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能否烧制出黑色钥 经过几百年的时间 决定钥色的矿土 草木灰 贝壳 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原来采矿土的地点不确定 草木灰品类和贝类也在变化 只能把原来的配方 当成一个框架 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调整比例 配方提供我们一个线索 但是从这个线索 到最终定出稳定的 东张窑的黑色 这之间经过无数的试验 上次试验东西要稍微打开看一下 新的土跟柚 让一下 让一下 好烫 没关系 好烫 紧张的 这个有点味道 但是这个拉丝效果很漂亮 但是没有黑的 就显现不出来 那种拉丝效果 不明显 那这个就完全没有了 这个是有的人喜欢这种颜色 但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的是黑色加上这个 之后的两年时间底 林祥文调整了上百次的配方 但是依然找不到想要的黑色 这个配方 配方稳定性 包括成品的 基本上都是不行 但是只是说 有一个趋势是什么 会比早期来对比 会有一个向好方向的发展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才能支撑 我们一直往前走 车里面记得 你们可能看不懂 我看起来里面就是 不知道多少的眼泪和 和不眠之夜在里面 完全 你为什么 什么地方缺点在哪里 然后 我想调整的方向在哪里 记这个的时候 心里很烦啊 不出来的时候 你记这个就觉得 哎 笔记本的每一页 都是失败的一摇 寻找东张摇的黑幼 比预想的还要复杂 一万次是失望的积累 这种失望 也渐渐变成了绝望 他的内心的煎熬 其实比我们 包括压力 是比我们更大 我们感觉他有的时候 在面对产品 刚开弩的时候 瞬间 那个产品都是费品 包括都没达到 他自己要求的时候 他都是因为手机 在老袋拍 拍自己的老袋 再坚持一下吧 再坚持一下吧 下摇不出来不干 下摇出来还不行 再坚持一下吧 下摇出来不出来就不干 就是温柔摇挨过来的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生烧的 这里不用说了 最开始失败了 这个也是失败的 黑的不出来 然后呢 这个是一开始 黑的出来了 但是黑的出来了不稳定 黑的残留 我们是黑幼长 主打的黑幼已经出来了 但是呢 不稳定 还有气泡 还有这个挂幼不稳定的情况 但是这个初步成型 这个就是没烧熟 这个 那黑幼已经出来了 黑色的 那这个就比较满意了 这个就比较满意 但是您看我说的轻描淡写 其实这已经都烧了多少摇进去了 已经烧了 我都记不清了多少 那底幼红色的已经显现出来了 还有结晶 那作为试验品 这个程度已经是在 我们的预计目标左右了 2020年 六一儿童节 这是林祥文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这天 他终于找到了稳定的黑幼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他开始尝试在黑幼的基础上 实现结晶和拉丝等一系列的变化 但谁也没想到 这不是终点 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开始 哎呀 这个才是搞出来的高兴 每两天万里长征才走第一步 就在用大柴窑烧制的过程中 又出了问题 即连挤窑都是废品 没出现稳定的黑 之前的试验品是用电窑烧 可以精确稳定地控制温度 可换成了柴窑 温度变得不可控 但是下一次如果说 可以找到方向 你这一个投资 这一窑 这一窑柴火 就不是白白地烧掉了 这几百个胚 也就不是白白地浪费掉了 而是有价值的 至于说你能够冷受这几个价值 是你的冷受了 烧至东张窑的温度 要超过1300度 但这个窑的温度达不到 烧柴窑 对投资人周辉的压力就非常大 每一窑的最低成本 都要几万块钱 并且很有可能是个无底洞 周辉也第一次有了放弃的念头 后来周辉就讲了 这个窑怎么办 你还有没有办法 如果一直在这里存乎 成本太大了 我因为资金一直投入 没有效益出来 然后包括产品也出不来 所以在中途 其实我们都有打算放弃掉了 意思就是不行 咱就冷静冷静大家 而下遥又是那里求生不得 求生死不得 为什么 没有出来好的东西 但是为我好的方向发展了 后来只是想一下 要不然再给半年时间 继续投入然后继续研制 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底 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能不能烧得起 如果在资金见底前 柴窑里还烧不出黑柚 项目只能放弃 谁也没想到 又是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刻 事情出现了转机 在柴窑里烧出黑柚监 可以说他们在八百年后 成功复烧东张窑 此后 他们的黑柚茶盏 在市场中得到认可 让曾失传的东张窑 得以重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